要怎麼看 不夠穩 太慢了 再快 快 一見晴天 跳 上 回身 蛟龙探水 谁 谁让你停下来的 我已经练了一整天了 帝君连个亭子都没说 看来昨晚真惹她不高兴了 今天就来公报私仇 不过 练了一天下来 倒还有些成效 帝君 如今蒙着眼睛在雪庄上走路 已经难不倒我了 如何能够睁着眼睛在雪庄上 大开杀戒 且不被雪庄索困才能算是好看 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要练的 应该是如何是万物如无物 你在做什么 看来是万物如无物的境界 看来是万物如无物的境界 你还得好好练习啊 好 哪儿 啊 帝君 帝君为何突然变了节奏 考官抚琴 快慢随心 变化多端 考验应试者的应和能力 应试者需对秦升的变化 做出预判 那如何做出预判 知晓抚琴之人的心声 可以更好地和秦升相合 比试试 你要时刻动袭考官的神情和动作 以便更准确地做出预判 你当真把凤九当徒弟来教 你还有问过凤九那丫头 为何那么想要那贫婆果吗 那魔族的小烟魔君 跟凤九倒是十分亲密啊 不过也对 两人落入范云谷以后 朝夕相对 说不定 那个人已替姬衡参赛 与小白无甚干系 你又输了 你这定力我可真是佩服 不愧是八荒六合的天地共主 承让了 帝君 我以为这几日 我跟帝君的关系缓和不少 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这样冷淡 难道之前的种种都是我做梦吗 你那么想要那颗贫婆果 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没有尝过 所以想拿来尝尝味道 是拿来做贫婆糕吗 可能吧 得到贫婆果 原本是用来生死人肉白骨 但将贫婆果做成糕点 会不会影响他这个效用 还当真没研究过 这要怎么回答帝君啊 烟池物最近想吃贫婆糕 小烟吗 可能吧 小烟她只是不喜欢吃赤豆 绿豆和姜粉 大概别的都吃 她为鸡横参赛 置你于何地 她替鸡横参赛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说上次 她帮我一起偷贫婆果这事吧 没关系的 我们俩都已经说好了 只要拿到贫婆果 我们一人一半 这样 你也愿意 当然愿意了 因为不管谁赢 都可以拿到贫婆果 这样一人一半的话 也是最圆满的办法 帝君到底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断打听小烟啊 莫非是 差点忘了 帝君当日同小烟 换住到疾风院 是为了刺激几横 如今定是远没有达到 帝君想要的效果 她着急了 所以她才担忧小烟的问题 可笑我还以为 这几日帝君是因为我 既然知道正结了 不如我来做这个好人 帮帝君一把 帝君如此骄傲 万万不可点破她的心思 帝君 不如这样吧 反正都快要决赛了 你就把这个结界给撤了吧 这样也方便有人来探望 一来呢我们安心 二来呢有人也安心 实则是两全其美之举 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又多加两层啊 难道是因为我戳破她的心思 让她恼羞成怒了 那我还没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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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